一架美式F-16战斗机从朝鲜上空飞过 这可是人们不常看到的情景 不过这是在朝鲜首次举办的航空节上的遥控美式F-16模型飞机 这次航空节 原山国际友谊航空节 星期六到星期天在朝鲜东部港口城市原山举行 航空节不仅是为了推广原山的旅游资源 也展示了朝鲜的空军装备 包括从俄罗斯购买的米格29和苏25地面攻击机 这位朝鲜的米格21飞行员说 它比其他飞机快 所以要驾驶它需要技巧 飞行员有很短的时间思考 要很快做出决定 航空节最后一天还展示了跳伞表演 参加表演的有来自美国的雅各·道格拉斯 我很高兴 这里每一个人都很有礼貌 作为首批国际跳伞者 参加表演很令人激动 数千名朝鲜民众 外国游客和记者 被邀请观看了航空节 VOA卫视报道